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著名藍店富林集團剛宣布 因應市民減少外出用線 儘管你曾考慮後 決定將旗下大約20間餐館短暫優業 進行徹底清潔和消毒 另外他們又提到 已經和大部分業主初商減租 並且會推行營運成本控制方案 包括在今個月 前線員工要放三天的母身價 即是變相減薪 預料受影響的員工有兩千人 此外他們的高級管理層會減薪兩成 全體執行董事更加減薪一半 這些可以說是藍店的黃昏 在去年十月 飲食界的自由黨立法會議員張宇仁 還在大放缺詞 說示威者不停示威 令當時營商環境比沙士更慘 現在你們真是一語成慘 現在真的比沙士更慘 為甚麼呢? 因為沙士期間的旅客即使沒有自由行 也好 依然還有一些外地客人在 現在連外地客人都不來 因為被你嚇倒 為甚麼被嚇倒? 因為你不肯全面封關 你不封關 別人就封你關 就算封鎮那些 別人不敢來 所以遊客是大跌九成九的 入境人次 在這樣的情形下 你還有生意做嗎? 所以就不要賴人 不要賴示威者 如果真的要找人問責 你就應該找臨門鄭氏月娥 他不肯全面封關 搞到你們又減薪 又失業 又拍烏鷹 罪魁禍首就是他 你那些藍絲 撐警友 好去譴責一下他 又不夠膽 又不出聲 真是有趣 這種現象 我們又看看 關於深圳灣口岸的入境人次 已經連續兩天超過一千人了 這當然就是為香港 拉起了嚴重的警暴 如果林鄭月娥 搞了強制檢疫的措施 這班人絕大部分都是搞家居檢疫的 前天我們也有報導過 有一名白警仍間可以 在家居檢疫的期間 在藍田坐巴士坐到上水的青河村 去下車才被人發現 這所謂強制檢疫 根本是名存實亡 我早就預計過 這個人數只會不斷上升 不會跌下去 因為那些人們會鋌而走險 就是駁一件事 就是駁你那群突擊檢查的人員 不會剛巧抽查到自己 他便神不知鬼不覺 事實上是駁得過 為什麼這樣說呢 現在已經連續兩天 入境人次超過一千人了 經深圳灣口岸的人入境 全部都要接受所謂強制檢疫 一天一千人 他每人要強制檢疫14天 換言之 最少要處理14000人 到底特區政府安排多少人手 去做所謂的突擊檢查呢 其實當入境人次越高 你的抽查率只會越低 因為你根本是處理不來的 那麼多人 當有一天 如果入境人次飆升到1萬人的時候 你這個所謂的強制檢疫便肯定崩盤了 接著又談談香港疫情的發展 最新的確診個案 原來是一名83歲的婆婆 她的女婿正正是太古城的確診病人 她的丈夫又如何呢 接著衛生防護中心的調查便發現到 原來她的丈夫曾經在1月份多次經羅湖往返內地 而且多數都是即日來回 日期包括1月的14、17、18、21、23和25日 她去大陸做什麼呢 就是去張木頭和朋友聚會 過年之前她的丈夫便開始咳嗽 素道求醫 這一對的外父外母曾經在27日的時候 跟她的太古城的女兒和女婿吃飯 於是她的女婿就種椒 張竹君醫生就說 根據流行病學和潛伏期的推測 有可能這個外父就是整家人之中最初的患者 當然仍然需要等候她的檢測結果才能確認到 這件事當然是一個女傳家 如果是屬實的話 喂 大哥 這麼高危的時期還要即日來回大陸 到底為什麼呢 我就不太明白了 今天走了的那伯伯又是即日來回深圳灣的 到底他們這麼喜歡回大陸做什麼行為 做出什麼緊密接觸的行為 我真的不理解了 要緊密接觸香港 大包都要緊密接觸 要什麼專程山長水軟 到底搞哪科呢 1月14日還要即日來回 其實那時候已經爆到五眼六色了 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為什麼還要這樣挺而走險 還要竊而不捨 去一次也不夠 還要去足六次即日來回 有什麼好玩呢 我經常在節目中說 每個人都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責 之餘 還要對自己的家人負責 對自己的子女負責 這又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一個教訓 告訴大家 千萬不要再做那些太過刺激的行為 不要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否則肯定撞板 說到張木頭和朋友聚會 有沒有那麼神心 聚會 有空 打電話視像通話 什麼都夠 而且朋友聚會也不知聚一天 聚足六天 聚日來回 什麼朋友 男還是女 做什麼職業 和衛生防護中心的職員 說清楚 這麼喜歡去 老實說 平時沒有事沒有幹 你喜歡做什麼 絕對是個人的自由 大明知現在的情況這麼嚴峻 你就檢點一下 你現在類街坊 現在你就是家庭聚集的感染 如果你惹了出去 其他人會遭殃 做人就不要這麼自私 只是想自己 應該想起你的家人 想起你的子女 在這種情形下 其實你應該知道 什麼行為應該做 什麼行為 你是不應該做的 你看旁邊的梳打扮 人家銀河酒店 那個聚會都不開了 對不對 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提示 有什麼要做的話 留下這件事 過了氣以後 才再去做 現在非常時期 千萬不要亂來 接著又講講關於深圳市公安局的宣布 他們就說 推出了一個所謂 防控期間的特別申請通道 深圳居民申辦四大類十四種 附港居民簽署的申請 包括探親、就學、就業、居留等等 申請人就不需要和辦理人員接觸 你上網搞和上網交費就可以了 這些申請 到底你特區政府是知不知情的 還是猛斃斃的 有沒有和深圳市協調的 我還記得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 你說會和深圳市進行聯防聯控 你現在又聯了去哪裏 又批簽署? 現在就說不批自由行動 一週一行 遲些會不會又批回 你知道大陸批簽署 你就不會限制他入境 人批什麼你就照收 麻煩你和深圳市說清楚 你說香港還沒搞定 可以嗎?這些事情不用請示 地方政府之間都可以互相交流 你有沒有做 而且你別想再靠隔離營 沒有什麼用 昨天就已經有人出來爆料 那些曾經入住過 西貢麥里浩夫人道家村隔離營的人 出來以後就見證了 原來隔離營裡頭是亂七八糟的 首先來說 因為那些地方太過隔涉了 就是收不到4G的訊號 上網的訊號 於是那些被隔離的人士 整人都走出去戶外空地 那要做什麼事? 原來就是接收政府的Wi-Fi 每個人都走出去上網 然後那些人都不戴口罩 被人都拍了出來 你這樣隔離法 你到底是集中營還是隔離營? 似乎比不隔離還危險 而且別人還爆料 就說在這個空地 集體煲煙有沒有這樣的事? 喂 這個煲煙是有問題的 因為本身這個 所謂麥里浩夫人道家村 就是禁煙區域 你弄了一群人來圍爐 打邊爐? 請問那些檢疫人員有沒有做事? 你這樣來控制一個檢疫中心 其實還要不檢疫 如果當中一個是潛伏者的話 那就糟糕了 肯定全部中招了 還要集體圍爐吃煙 那些煙也可以依附 煙也是一種氣霧 很離譜 還有那些人互相拜訪 一起用餐 在隔離營裡 好像沒有網管 好像是 你要說清楚給市民 你不要搞到到處建檢疫中心 建隔離營 就好像做了抗疫的責任 你裏頭的管理也很重要 你不是困著一群人進去 好像集中營一樣 你當那裡是甚麼? 方艙醫院? 當那裡是火神山雷神山? 如果你這樣搞 真的不比起 不要迪士尼又可以 你圓門又可以 根本上你都沒有足夠的 合資格的檢疫人員 在中心裡維持秩序 那些人進去之前 是解釋他健康的 你不可以使得那些人 出來的時候 比不進去更差 這件事跟你的措施是背道而馳 你那些事情 想起來實在太過癌煙了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